除了中国,世界上还有另外一个人一天到晚想着要统一的 你觉得那个人会是谁? 没有错,就是苹果 苹果要统一的不是天下,而是它旗下的所有产品线 上个月的WWDC,苹果宣布会用两年的时间 把自家的Mac系列电脑全部从Intel处理器 更换到自己生产的处理器 也就是所谓的Apple Silicon 看这个举动我们就知道 统一产品线是苹果最终的目标 先跟大家科普一下什么是Apple Silicon Apple就是苹果 而不是砸到牛顿的那一个 而是卖iPhone的那个 Silicon是硅 它是生产电脑芯片最主要的成分之一 美国有一个地方叫硅谷 它被取这个名字就是因为那里有生产大量的半导体跟芯片 所以很多很厉害的科技公司 像是Google Facebook 全部都是在那里的 而Apple Silicon值的 就是苹果自己生产的芯片 为什么苹果会决定要抛弃Intel 自己来生产芯片呢 这么做的主要原因也是为了减少依赖 苹果什么时候可以推出新的MacBook 每次新的MacBook性能可以提升多少 全部都取决于Intel的芯片 从某个角度来说 Intel限制了MacBook的发展 就好像你在卖鱼园面 但是鱼园是别家电批发给你的 每天的品质还不一样 这样你根本没有办法确保自己的鱼园面是好吃的 如果你还有印象的话 前两年推出的MacBook Pro就发生了集体中熟的事情 这一批MacBook Pro全部都会在运行的时候 温度变得特别高 导致电脑的性能要被迫压下来 所以我们的苹果老大是很不满意Intel的质量的 有的人可能会顾虑 苹果自己生产的芯片会好过Intel吗 这个很难说 但是看看iPhone跟iPad使用的A series处理器 性能基本上是碾压所有的Android手机 我不是针对你 我又说在座这么多位 都是垃圾 虽然平常使用起来 Android跟iPhone都是很顺畅的 但是如果你比较两款手机打开游戏的速度 或者是Render影片的速度 苹果基本上都是比较快的 而且之前因为Intel的关系 MacBook的续航跟散热都遇到了瓶颈 说不定过后 MacBook可以在电池变小 机身变薄的同时 还可以提升续航时间 所以现在苹果要自行开发MacBook的处理器 这对MacBook用户来说 应该会是一件好事 说了这么多 其实这一切都是在为苹果的大统一铺路 当苹果控制了iPhone iPad Mac的所有软硬件过后 这些产品之间的互动 就会变得更加方便 我们或许可以看到Mac在运行iOS的app跟游戏 有触控屏幕的MacBook 可能也离我们不远了 MacBook说不定还可以运行大型游戏 不不对 MacBook应该永远都不适合拿来打游戏 苹果给了自己两年的过渡期 这个过渡会不会让Mac系列突破瓶颈 不知道 所以想买MacBook的人可以先购买Intel版本的MacBook 几年过后要换电脑的时候 再看看Apple Silicon是不是真的做得比Intel好 谢谢你的收看 喜欢的话请记得按赞订阅跟分享 有兴趣的也可以去看看我的Facebook专页 这里是果粉科技频道 以后也会为大家带来有趣的科技资讯 我是CCK 下次见 OSHili 又发 cat 幻有趣的 证明 аж